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李建成擔心用黃雲假器真造 殺了李世民之後 萬一父皇追究起來 就罪責難逃 袁吉華 用什麼意義 等黃雲做妥回來之後 我們就把黃雲殺了來滅口 死無對證追誰 是呀 都是預定你好 那就拜託你去叫黃雲來 這個黃雲生得身高一丈 青面黃蘇的樣子和善鴻信有幾分似 此人武藝精強使一把大刀 當初因為打死了人 就扔出來投奔袁吉 很快就叫黃雲來 建成跟袁吉和善鴻說 黃雲 明天有件事要你去做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膽去 黃雲說千歲爺 我黃雲當日如果沒有兩位千歲爺打救 已經死了很久了 我黃雲真是粉身碎骨 也都報答不了兩位千歲爺的大恩大德 今天有用得著我黃雲的地方 就算是刀山火海也在所不遲 好黃雲 黃雲你這樣就對了 明天屈慈公要在玉果園表演救世民 世民就會在玉果園到處遊覽 你就要辦善鴻信 我要你真是把世民殺死 這件事成功之後 我將一個貴妃賜給你來做老婆 日後我登基做了皇帝 再封你一個大大的官職 不過這樣 你做這件事一定要萬分小心至好 黃雲說千歲爺 如果你要殺屈慈公我立刻就去 不過要殺秦皇 小人不敢 黃雲 你不要生人不生膽才行 你如果殺了秦皇 無論有什麼事有什麼首尾 我都會幫你搞定他 包你一點事都沒有 我日後做了皇帝 你就是大大功勞的開國功臣了 不用怕的 你大膽去做吧 已經說到這樣了 黃雲只有額頭答應了 花開兩朵角表一枝 話說屈慈公散了朝回到住宅 焗起拋梭就黑起臉 對了 屈慈公的臉本來就黑髒髒的了 還黑起臉怎麼黑髒呢 屈慈公平常臉就黑得油光閃閃很潤的 黑夫人白夫人見到就覺得很奇怪了 本來今天上朝是受皇上封官上床的 為什麼會這樣回來呢 就問他呢 慈公說 唉 兩位夫人有所不知 假恩明天 十二月初一 皇上有命 叫我表演往日在玉果園救假那件事 現在正是寒冬立月 叫我怎麼下水洗麻呢 別說救假了 正是冬就冬死我來了 唉 怎麼辦呢 黑夫人聽了 突然想起這件事 他一拍手掌笑了 相公你不用心煩的 你記不記得 李靖老爺臨走的時候 不是送了一粒藥丸給你的 叫你十二月初一用燒酒送服 就可以避難地說 現在不是有難了 明天就十二月初一了 快點吃了一粒藥丸就對了 啊 是呀 多得夫人你提醒 行了 這樣就不怕了 哈哈哈哈 到了第二天 屈慈公吃飽飯 喝燒酒 然後吞了那粒藥丸 那粒藥丸一落肚 藥力一到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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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他好像被油煎 Auto氣呆 divine 大汗淹留 你聲大汗淋淋 打大赤裸 穿着牛头短褲 跳下河 凉爽了 舒服了 狗仔爬水地游了沦水 然后上岸牵马在水边 帮马洗下身 当时岸边很多人站着看 初初人都替乌慈公担心 后来见他居然不怕冷 不但不怕冷 而且在河 山玩水玩得这么过瘾 每个都惊奇都不得了 这一天 高祖李渊就预嫁来到余果园 登上万花楼聚集文武百官 来看屈池公表演救嫁 李渊坐定就问 今天表演的假善洪讯准备好了吗 袁吉回答说 已经准备好了 于是李渊下令 叫李世民和徐茂公去玉果园游览 两个接了命令就走到万花楼 徐茂公对李世民说 主公啊 今天表演 你要带一把大刀去才好 仔细提防没有坏处的 神体那个黄云 都不止是个善良之辈 小心为上啊 我知道了 多谢军师指教 李世民拿起定堂刀 跟徐茂公一起上了马 就走去假山上面 指指点点四围看下 作欣赏风景葬 袁吉静静和黄云说 我跟你说过的话 要记住才好 是 知道了 你去吧 遵命 黄云提刀上马就要走 秦叔保眼快 一手拉着他的马龙头说 黄将军 善洪信用的兵器是狼牙索 不是大砍刀 你应该换枝索去才对 袁吉就说 反正都是兵器 黄云 你就换枝索去吧 黄云当然不敢争辩 放下把大刀 换过枝索就骑马跑到假山下面 大叫一声 唐仔 我善洪信来了 李世文一直都打醒十二分精神恩喻 听见黄云一声喊 立刻就跟徐茂公拆马跑到假山 黄云跟着就追 徐茂公冲上前 扑着假善洪信的战袍 扮成方方张张地说 善二哥你不要动手 黄云黑起头喊他 我和你什么朋友 阿 港元在腰间拔出宝剑 切断了战袍 徐茂公松开手 卓力哪只马 跑出玉果园 向着玉河那边飞奔而去 离开玉河 还有半里路 就放声大叫 救家 那个屈池公 已经在等着了 远远听闻徐茂公的声音 立即举边上马 飞跑去玉果园 一去到大喝一声 不准伤害我主公 你一声 直接好像霹哩一声雷 当时 黄雲正在追着李世文 李世文顺着假山脚 蹲蹲跨走 走走就被黄雲追到 黄雲举起狼牙丧 咬牙切切 强力地刺过去 李世文用定堂倒一格 哇 什么这么大力 吃了我惊就说 黄雲 现在不顾是表演 做来看一下玩 你这么认真做什么 谁这么有空跟你玩 现在就说要拿你条命 讲完一索又刺过去 李世文发火了 好一个责人 竟然来真的 作反啊你 于是没有起定堂刀和黄雲打起来 黄雲是一名勇将 李世文招架了几个回合不够打 就唯有编转码头走 黄雲快马追杀上去 正在这个时候 屈池公飞这么快赶到来了 话说高祖李渊 在万花楼上面一直看着 见到屈池公人不披甲 马不家安 果然单边独马 威风凉凉 声如霹零 心很欢喜 但是见到扮善红讯的黄雲 鱼狼似虎 竟然真的想伤害李世文 心又很生气又很着急 现在见到屈池公来到了 心就放宽很多了 黄雲正在追杀李世文 见到屈池公来到左头左勢 知道不杀了屈池公 就没法指杀李世文 于是就放过李世文 举起罗牙索来打屈池公 黄雲亦太过不自量力 打了不到三个回合 被屈池公一边隔开罗牙索 趁势一边过去 将黄雲的头壳打爆 当堂拿他的命 好了 李世文 徐茂公 屈池公 三个一起来到万花楼下福祉交令 李渊见到屈池公赤身露体 站在楼下 在寒风淋裂之中 周身热气腾腾出烟 我心觉到非常奇怪又高兴 这个时候 李建成行前稟告说 父皇 屈池公目无法己 打死大将黄雲 请父皇将他治罪 李世文立刻上前稳咒 父皇 今天本来说明是表演当日的情形 但是黄雲空上不露 竟然想下独手要害死神仪 幸好屈池公及时赶到来救助 幸免于难 望父皇命察 李渊今天对所发生的事情 一一二二都亲眼看见 心知肚明 但是他又不说出来 就是呜呜呜呜呜 就封了屈池公做个总管 就摆架回宫了 话说李世文得胜归来 几十个归航的将官也各国得到风陣 李建成 李源吉虽然是心中妒忌 想害李世文又害不了 李渊没错的心是明白的 但是又不想处分建成和袁吉 又随便维持着一团和气就算 如此这般 君臣相安无事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 李渊这个人 平生最好走息 在长安皇宫里面 有二十六后宫 后宫皆历如稳 不在话下 其中一间是庆文宫 是张妃居住的 又有一间叫做彩霞宫 是运妃居住的 各位大概都还记得 以前也说过了 张妃运妃 都是往日徐阳帝的妃子 徐阳帝在晋阳宫 玩了一头半个月就返回京师 张妃运妃就留在晋阳宫来 当然就很寂寞 后来 李世文和晋阳宫司 礼监陪帝就聚集 利用张妃运妃灌聚李渊 抬了她上农床 逼李渊同意自立为王 同时就立了她两个做妃 这两个女人 始终都是水性羊花 最近 因为李渊有几个月 没有到他们那时候 所以就心怀愿望 结果 还搞出乱伦的丑事 就是张妃和韵妃 勾搭上太子建成和袁吉 发生了曖昧关系 建成袁吉 也是好色之徒 不管这两个女人 是她父皇的妃子 抬着父皇去帝的后宫 就走来慶云宫或者彩霞宫 找张妃 寻妃尋欢作乐 做些无耻的事 其实近这七八日来 李渊身子有病 就没有去那些妃笨署 只是住在丹宵宫调养 李世民很孝顺 这几天一直留在李渊身边 侍奉劳 这一天挨抬 李渊觉得身子好了 明天都可以临朝登殿 就叫李世民回去自己的皇府休息一下 李世民见父皇精神这么好 确是没事了 就慈别父皇离开丹宵宫 当他经过彩霞宫外面 听见里面有音乐和唱歌的声音 高一声 低一声 阴运游阳 李世民停着脚步 他知道彩霞宫是魂妃的寻宫 他想 魂妃都应该知道父皇近日身子有病 是应该忧心才是 虽然今天父皇是好了 都没有说这么快就唱歌奏乐 何况他今天都没有来探望过父皇 李世民见到宫外面 有几个太监和宫女 就问他们里面为什么事 这么高兴在那里唱歌 宫女和太监不敢说 这个时候李世民听见里面有个人大声地叫 这一大杯酒应该是大哥喝的 现在我先喝了 哎呀 是圆吉巴声 李世民大吃的惊 吩咐宫女和太监不要声张 自己轻手轻脚走到门边 在门那装进去一看 果然见到建成就抱着宫非 圆吉就抱着张飞在那里饮酒作乐 一帮宫女在那里唱歌跳舞 李世民见到这样的情景就吓得半死 怎样好呢 你说撞进去督穿这件事 那这件恭维丑事就会张扬出去 他们的性命也保不住 哎呀 李世民千丝万想 终归就想到条街 好了 我就将自己掌握着这条玉带 挂在宫门这棵桂花树上 让他们两个出来见到 必定会认得的 那他们应该醒觉的了 就这样警戒一下他们 下次他们就不敢再做这些无耻的事了 于是李世民就把南锦那条玉带脱了下来 挂在宫门外面 桂花树的树枝之上 自己就走了 话说建成和袁根 和张扬允飞淫落了一轮 已经很晚了 就告辞翻扯 张扬允飞送他们走出宫门 咦 在灯光照耀之下 见到宫门旁边桂花树上挂着一条玉带 哎呀 四个人都吃了一惊 拿起一条玉带一看 玉带 能够揽得一条玉带的有谁呢 不是我们两个就是世民 是他的了 难道他来过 那先和我们在里面 建成问宫门外那几个宫女和太监有谁来过 是不是秦皇 那几个宫女太监吓得面无人色 跪在地里猛地叩头 不敢出声 建成骂他们 不准他们说出去 但是怎么算好 怎么修科呢 还是张扬允飞离海 他说 太子不用怕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不如 这样 好几个宫女太监吓得面无人色 建成袁吉放心 高高兴兴翻扯 第二天 高祖里渊病后又登殿临朝 文武百官都来朝拜 忽然间在屏风后面 张飞允飞走了出来 在龙岸前面跪下 哭着稳咒说 主上 昨晚神妾两个在彩霞宫聊天 谁知秦皇突然间撞入来 言语无礼 调弃神妾 当时就拔了秦皇的玉带遗征 请皇上和神妾作主 哭哭哭哭哭 讲完就将玉带呈上去 哇 李渊一见玉带 当堂生气得变色都变了 叫两个妃子回到后宫先 接着派皇门太监去宣召秦皇李世文上殿 李世文匆匆忙忙赶到来 跪在龙岸前面 李渊见到李世文腰间揽住的是一条金带 就问他 你这条玉带在哪里 李世文就发梦想不到父皇会问这样的事 一时之间 不懂回答 又不能够说自己的玉带挂在彩霞宫门口贵花树上 只能让我吱吱呜 李渊发火了 拍声将玉带扔在地上 你自己看看 你这个畜生做得好事 故皇有病 你在我身边侍奉 我以为你好有孝心 谁知你一行转背 竟然无耻到调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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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骗我 人类 将李世文绑起来 推出五门 斩 金殿上的武士立刻上前捉住李世文 将他绑起来 推了出去 朝上的文武百官 个个都惊得震 秦宿宝大步上前出班 启就说 请万岁息怒 秦皇即使有罪 请万岁念在父子之情 免他一死 暂时将他困在天牢 让他日后为国立功 将功截罪就是 李渊说 这个畜生 本来应该斩首 现在看在秦恩公的面子 将这个畜生 运在天牢 永远不让他出头 武士领了圣旨 就将李世文 押去天牢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